他们俩是成都的这个尼哥迪姆查经班的所结的第一对果子 确实也确实在那个算是主对我们的安慰 看到最早的时候做这个施工呢 当时教会内部确实有一些张力 有一些人就说为什么要跑到外面去传福音 对吧 我们教会这么多人要到我们教会来听福音 你为什么要专门跑到外面去传福音 而且为什么不是去给这个农民工传福音 为什么要给知识分子传福音 这个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吗 那这个等等 这些意见其实会当时会有一点的张力 但是还有一点的时候当时看到说 那你这个传福音有没有果相呢 没人训主啊 你们一直在那 他在那里都坐那么久啊 没人训主 那就是上帝就给我们当时这个成都的尼克基务传织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慰 就是让望成忠弟兄和张欣姊妹他们在这个班开班一年之后他们信主 当然他受洗呢还稍微晚一点 他就是后面的在也是校庭的时候应该受洗 那后面再当然后面再一个转折点呢就是冉云飞受洗了 冉云飞姓主之后 大概就在他是2015年10月30号新的绝制 第二年他是老老实实来的教会的这个要求吧 他上了福音班然后上门徒班半年之后受洗六月是五六月份他受了洗 受洗之后呢他就开始读神学 他开始读神学之后呢我就慢慢的把这个尼克基务传织班就交给他了 对啊那个时候确实我们这个一方面我的服饰其实挺多哈 王一抹师一开始就说我一开始王一抹是每次让他带 我是跟着去这个做这个行政团工啊 就是点名啊这个看谁来了谁没来啊 就是没来的人通知一下 然后牧师为了一忙他拿不了 拿不了 你抢去带然后我就带 然后后来我妈妈这个等余芬一起住之后 我余芬你要准备啊你准备接受 他说我还不行啊我那个才我我还是没有装备 我让你去赶紧装备哈赶紧装备 什么时候开始做神学我叫这个班牙交给你 很感恩他在2016年的时候 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开始交给叫给他 他但之后就是刚才啊 王城中弟兄讲的这个那个尼格尼姆的盛况 这个就是在后面免飞带最后就出现了 就是那个呃确实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人 有有些人当然是来看热闹哈 你说冉云飞姓主了这个我要去瞧一瞧吧 那个土匪他是怎么姓主啊 然后那也包括有很多外地啊 外地的朋友到成都来玩 他也来看一看原因他也被姓主了是个啥样啊 那那冉飞就就要求他们到我家里来查金嘛 他就说到我家里来查金嘛 然后就人间接着也都忘了 我也很感恩就是说确实有非常多的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呃 那我们人是确实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也看不到 我刚才讲的说 感恩飞是2015年10月 呃 哈哈哈 他记得他在家里面就这么这么美 每两周一次查金 每两周一次查金 他其实还是付出了很多的这个代价 他自己却信不了 但是这个信的事情没有办法 圣灵不光照你 你自己也信不了 这上帝的时间没有到 而人的心呢 他就打不开 那那个门呢 就在主那里 你的钥匙在主那里 你一打就开了 这也非常感恩我 我没有太多的需要分享的 就是我觉得 呃 就是在这个当中看到主的恩典 我也非常感恩说 张塔老师 出去以后啊 有心把这个尼格蒂姆运动 这个 推向更多的地方 在有华人教会的地方 就应当有尼格蒂姆运动 我们应当有一个更大的意向是什么 一个更大的意向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归主 就我们看到其实八九之后啊 曾经有一个知识分子归主的一个浪潮 圣灵在其中有一个一个极大的这个 做工啊 就是文文师讲就是说 民主败本 呃 这个福音进城啊 那一代人的这个 这个枪声响起啊 这个民主梦碎啊 就是这个看起来 就当人人心这个处在极大的这个 荒凉啊 在这绝望当中的时候 福音的真光就照进这个 幽暗当中 许多人的生命都有被翻转 呃 可能 今天中国面临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处境啊 应该是比 33年前 是一个更大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转机当中 转型当中 那这个转型里面既是既是有极大的这个 呃 机会 当然也有极大的风险 但是对于无论是机会也好是风险也好 对于福音来说都是 都是一个空前的机会 因为 我想 呃 过去十年来 中国曾经最乐观的 这个知识分子 也要变得悲观 那曾经 最充满希望的 这个 最有良心的 对这个 对 对中国社会的苦难 伴有最多同行的人 可能是 过去十年 慢慢慢慢慢慢 变得是 最痛苦 最绝望 最找不到出路的 那在这个当中 呃 其实主就 使用了这一个 处境啊 成为一个这个 这个 把福音就是 当我们去讲福音的时候 其实主就好像是 就营造了一个 一个巨大的一个 一个 呃 一个场啊 就是使得你轻轻讲 然后就可以 传得很大 因为主给了你一个 巨大的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是 是用苦难 是用这个 民族的这个 这个转型当中的 这种看不到希望出路 而且充满了这种 这种冲突痛苦 这谁能做呢 谁能做呢 唯独 唯独 唯独只有上帝他自己能做 他当他来搅动 中国的人心 将他 让 让中国人 看到 地上的各种的寻求 各种的这个 这种努力 都毫无盘了 中国看来 这个 往左边一点点 就是朝鲜 往右边一点点 就是俄罗斯 那 朝鲜和俄罗斯到底有多大区别 当然区别很大 是区别很大 但这都是中国人想要的吗 显然不是 是吧 显然不是 那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 那 其实 中国知识分子 如果心中这个 国族主义的偶像不死 显然就是没有出路才 年轻的时候想要改变世界 都已经中年老年了 还想改变中国 这个梦还不死 自己还不改变自己 还不悔改 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 这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 信了主之后 还是想着 中国什么时候实现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自由算什么 中国民主自由在上天那里 只不过是小小小小的一点的事情 但是这个话 我觉得很多朋友听起来 很难受吧 觉得你们这个 你们肯定是因为其他的免疫 是不是收了过程上的钱 是不是这个自动来维稳的 是不是你们 是不是是不是 是跟共产党已经大成一致了 不是的 弟兄们这个亲爱的朋友们 天国 比地上任何一个国 都值得我们 尾身其中 都值得我们 付出我们一生的 最美好的心血 经历青春 最美好的所有的一切 如果我们能够尾身在天国的这种 国度的拓展当中 能够为为主赢得灵魂 这是这是极其美好的事 而其实 就像以前王英文士讲到的人 讲到这个 这个新娘和嫁妆的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你 你赢娶了新娘 嫁妆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你看到的是嫁妆 然后你因为这个嫁妆 你想去娶这个新娘 对不起 可能会离得很远 所以我想西方文明 所谓的西方文明 其实是人个人的历史当中的一个 一个特殊的例外 并不是所有的所有的社会 按照社会学的这个 按照历史的规律一定会进展到 这个有民主自由宪政平等人权的保护等等 不是的不是的这个这个是基督教在历史上结出来的一个果子 虽然这个果子里面充斥着这个人本主义的充斥着人的这种骄傲 人的自义 但是它的底子这个果子是从基督教这个树上长出来的 如果不从基督教这个树上怎么可能 当然可以说这个这个过去的几百年来 基督教这个树是被侵蚀被世俗主义 这棵大的柱从根子里面在想要铸空它 想要掏空它 但是从前的这个果子是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刚才讲过 为什么章谈老师的这个努力是非常觉得钦佩的 因为你正是抓住了这个大时代 这个大时代正是中国的华人的知识分子 这个归主 这是中华归主的一个关键的契机 一个关键的事情 如果如果在接下来十年二十年当中 有有这个相当大一批 花人知识分子 包括在海外的和在中国国内的 能够有真正的悔改 能够真正委身于基督的教会 能够真正的在开始这个 这个在这个教会当中的这个这个建造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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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和更新 我相信 我相信 未来的中国 三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的中国 是可能是一个美丽中国 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美丽中国 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是唐山的这种事情 和中国现在遍地是灾的这种情形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被扭转 根本上被杜绝 而一个真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普遍的这种文明的这个这种这种普及 可能会因着这个里面的生命的翻转 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的生命的翻转 而大大的祝福啊 将来的这个中国 当然这个这个这个依然是果子 不是树本身 树本身是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主的人 求主 把更多的蒙恩的人 加给他的教会 所以 呃 愿主祝福 王晨忠弟兄和张新姊妹 在美国的服饰 他们也正在维生这个这个伟大的这个中华归主 中国知识分子归主 在这一个服饰运动当中 呃 也求主来祝福张唐老师啊 呃 使用张唐老师人生的下半场 呃 能够真正的来祝福到许多的地方的华人教会 澳洲的华人教会 欧洲的华人教会 呃 美国的华人教会 需要张唐老师这个去奔走 去推动这个尼古蒂姆运动 bn 呢 Ferr 试